今天我參加我阿公的喪禮 我相信主,我阿公是很信仰的 就是道教的儀式去舉行 看到有些拖地獄,有些要叩頭的東西 我覺得很奇怪,整個會場的氣氛又不是很哀傷 有些人在聚舊說笑 我自己又不可以參與這些儀式 我在旁邊也是騎阿桃,都很忙碌 因為阿公都過世 我跟阿楓的關係又不是十分親密 我看到很奇怪 破地獄的儀式開始的時候 有些人跳舞 有些人覺得怎麼會這樣 但旁邊的人應該是在附和 他都不知道自己在信什麼 是否在接那些衣紙 又或者可能覺得他對他的長輩 過了身的阿公有虧欠 他現在要多接幾個玄火蠟燭給他 就是表到他的心意 為何在生的時候又不會孝順呢 那是否真的做了這些事情又真的幫到他呢 很多個問號 但如果他們這麼單純相信這些儀式會幫到過了身的先人的時候 那他去哪裏呢 即是否真的在陰間收了這些東西 即是做了鬼呢 即是如果他願意相信 他這麼愛的親人 下地獄 燒給你 那為何他不願意相信 有永生的天國的道理呢 那如果給我假 我也會選 那我寧願我愛的親人 不如回天間 如果大家有選擇權的話 不會選擇把你下地獄 燒多點東西給你 這樣 那我希望 就是我努力點 賣我的家 未信主的家人去託告 希望他帶他們回教會信耶穌 那才真正幫到他們 講得好啊 感謝主 謝謝主 感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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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這個歌 送給耶穌 感謝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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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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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李宗盛